去年做了很多还不错的项目 有的播放百万 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 有的梦幻联动让我难以置信 还有的全情投入 走心感恩 这些项目里有一件事儿 是我很想跟大家识做识的 那就是音乐 大家好 我是你们导演区的up主卷毛 找音乐这件事儿 看似像听歌一样简单 其实还是很废发量的 不算不知道 在各平台单曲购买 包年会员 给作者打赏等等 今年光音乐 我们就花了两万元左右 这明晃晃的四个零 吓了我一大跳 所以我今天就想来盘点一下 我们是怎么在音乐这块 花掉两万多块钱 以及思考一下 有这个必要吗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 欢迎收看幕后第三期 2020年我们的音乐故事 梦开始的地方 就是这几个视频 我们不光在全篇的音乐氛围下功夫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 片头带节奏对内容很重要 于是我特别费心找 而且刚开始 我没有团队的 单打独斗一个人 为了节省时间 直接上Audio Jungle买 因此也就养成了 管不住钱包的恶习 我今天在Audio Jungle买音乐 模板花的钱是最多的 大概买了有60多首歌 一算吓一跳 平均价格29美元 总花费在12600元左右 现在给大家听一下 小爱大叔的片头 基于他本人的基调 我会找偏运动摇滚 就是Spot Rock的风格 因为直白的电吉他 一下就能唤起观众的情绪 所以虽然贵 好在我的目的是基本达到的 因为视频火了后 很多人也注意到这些BGM 并想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试图从这个片段里来提取音乐 或者直接找我问BGM 今天我就把我常任的一些音乐网站 具体链接我会放在简介里 只要25美元 170元左右一首 你就可以拥有二提器的音乐 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算是对我这一年掉了头发的鼓励 很多人下载音乐的时候 都应该听到过这个 Audio Jungle 的水印吧 没错就是这个网站 我们后期今年听的都要磨针了 作为优秀的导演 我干脆把水印 变成了我们后期的手机铃声 这样就不愁打电话 让他们来加班的时候不来了 后来这个喜欢就剁手的恶行 就伴我一整年 期间我还发现了很多类似的网站 比如这个更贵的 PremiumBeat.com 均价在49美元 说句实话 如果我愿意花时间找 或者其他地方更便宜的选择 甚至有免费的 但这些 PremiumBeat.com 质量确实好 有时在这一刻找到符合琴戏的音乐 我就想买下来分享给大家 怎么就管不住这首呢 算了算了算了 工作需要 小刘 背景音乐找的怎么样了 老板 我发现有些网站 可以包年买很划算的 根本不用一手一手买的 你怎么不懂了 那后来看了阿豪的阁楼的视频 我才知道 有些网站是安悦即废的 比如像那个Epidemic Sound MusicBed Artlist之类的 单曲购买一万多已经花出去了 算了算了工作需要 这些个会员网站 如果商用的话 每年年费是199到299美元不等 老板 会员买不买 冲冲冲 全部都冲一遍 怎么又没管着我的手 只要听到哪个网站能找到不错的歌曲 我立马就把会员给冲了 但后来发现 虽然总体花费比单曲购买便宜 但寻找效率降低了 关键词呢 没有AudioJungle这样的网站匹配 而且质量也参差不及 要花不少时间才能找到一首心仪的歌曲 老板 这些会员网站找音乐还这么麻烦 是不是白花钱了 呃 这个 呃 这就说明啊 我前面单曲购买的钱花的很值啊 哎 不得不说这就是市场经济 所有的时间都有标价 想要节省时间就得花钱 上面我提到了阿豪的阁楼 他的视频呢其实是充满了奇思妙想 他的BGM呢也具有画龙点睛的奇效 那后来我发现呢 阿豪每次发布完视频啊 都会把音乐写在公众号里 他找音乐的这个超强能力啊 节省了我的搜索时间 那我抽作业就行了呀 所以你看我Epidemic里面 专门有一个收藏列表 就叫阿豪的Glow 每次坐等阿豪更新啊 我找到相同音乐 再找类似的风格就可以了呀 这里啊真的得谢谢阿豪 老板 这边有免费的无版权音乐网站 要不要下 哎 你不懂 越是便宜的东西越贵 这种免费的网站 你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找到合适的歌曲 可你看 我只要选择音乐类型 再选择合适的节拍 就有很多搜索结果 而且这质量 也不比花钱的差呀 那你不懂事啊 那你不懂事啊 哎呀 虽然我去年也分享过一期 无版权音乐 但确实还是要花时间挑选的 但像这么方便的免费网站呢 我真的是下半年才找到 这里绝不是广告啊 比如这首我已开除员工找的 和49美元的比比 那就更好听 这么看来呢 今年有很大一部分的音乐投入 或许是没什么必要 算了算了 工作需要嘛 就当时给这期节目展速才了 既然如此 干脆就把我这一年新发现的 免费无版权音乐的网站 频道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是freestockmusic.com 比如我们上海购物节的这首主基调曲 PV Emotional 就在上面 但搞笑的是 我们当时在4月底 找到这首歌呢 却没有顺吞摸瓜 找到这个网站 制片的锅 不能怪我 不能怪我 这个网站非常方便 可以选择类型 节奏 情绪等等 可以订阅它的YouTube频道 这样呢 就不会错过这么好的一个网站了 另一个是 freemusicarchive.org 全是免费歌曲 量很大 但寻找难度呢 有点类似这种包月的付费网站 但只要花时间呢 也能找到 比如我这首boxcat games的foxshop 挺适合做游戏电竞的背景音乐 它是新泽西州 一个电视台无常建立的 没有风格偏好 各种类型的音乐都有 此外呢 我今天还找到了两个新的 免费音乐频道 第一个是Lakey Inspired 美国的一个独立音乐人 音乐风格呢 偏hiphop 但是带一点 布鲁斯和电子乐的小骚气 质量非常非常高 你看它每首歌的播放量都很高 甚至有破千万级别 几乎都能用 纪念我频道的音乐 大概用了它五六首歌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Arcadian 其实跟我推荐过的大神 大胖鼠有关系的 这是胖鼠建立的一个网站 不光自己上传 还在几个低阶的带领下 鼓励网友也分享电子乐 这是什么感天动地的 国际主义精神 这首tashit的prelude 在我频道其实也用过很多遍 总结一下 就搜索效率和音乐只样做个排名 单取购买 确实是优于会员制网站 优于这些免费资源的 总体来说 还是遵守质量越高 价格越贵的规律 但讨论到现在 还是没有回答开头的问题 这个钱花的值嘛 片头最后一个案例 B站今年百大的开幕片 我看到大家弹幕里面 都在刷类幕感动 我觉得其实有很大一部原因 是因为音乐的选择 很多可以载入史册的电影 同样有着史诗般的配乐 比如《星际穿越》 《盗梦空间》 有时看完我也扪心自问 音乐究竟为画面贡献了多少 有人说音乐是影片成功的一半 因为音乐平时可以作为情绪的铺垫 高潮时带节奏 可以说甚至比起视觉 是更基础的部分 所以今年冲动也好 大手大脚花钱也罢 但看到自己的作品 可以让大家感动 感同身受的 把我听到音乐的那一刻的feeling 传递给大家 真的是一种满足感 仿佛是找到知己的满足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 音乐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部分 并且观众常常是无意识的受到影响 却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为何我要做一期这样的总结呢 是因为我今年其实有个新的想法 我想开启一个新栏目 叫做听剑 和大家一起介绍那些 刻在我们DNA里的 游戏 动画 电影 原生 大叠 并从音乐的角度 重新分析这些作品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关注按键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说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一定要三连支持一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更多抽奖优惠和小姐姐的讯息 记得加群第一时间获取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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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